海軍S怪洞反潛直升機神鷹落艦降落地點 正是海軍最新船屋登陸艦玉山軍艦 不僅上頭飛行甲板超忙碌 底下船屋更緊湊 海軍陸戰隊AV怪兩棲突擊車 在玉山軍艦中可以停放9輛突擊車 還有4艘LCU以及1艘LCM兩棲登陸艇 玉山軍艦的度量到底有多大 我們可以看到這旁邊停著一輛LCM的登陸艇 是直接停在玉山軍艦裡面 而且上面還可以放一輛雄風飛彈發射車 除了5艘登陸艇外 還可以停放9輛AV怪突擊車 度量超大 更是海軍投射軍力的關鍵裝備 艦上防空能力也很強 艦上裝載的七六四快炮 兩座方正快炮 以及32枚的二型防空飛彈 充分說明本艦可執行自我防空 以降低艦隊的負擔 配備三十二發海艦二防空飛彈 可以攔截任何戰機以及飛彈攻擊 不輸給國內任何作戰艦 不過裡頭不僅有國軍裝備 還配備野戰醫院 包括牙科台手術室 以及術後恢復室與病房 可以投入人道救援 也替國軍官兵設立健身房 應有盡有 玉山軍艦更是海軍戰力投射新兵器 當上下尾門打開 部隊出發 兩艘LCU登陸艇都能搭載50名官士兵 或者突擊車直接搶灘登陸 當登陸艇靠近岸邊 打開艙門完成搶灘 接下來由陸戰隊大秀戰力 AV拐兩棲突擊車 衝過海灘的困難地形 載著陸戰隊員發起攻擊 陸戰隊特勤人員更是一改過去射擊之士 采用戰鬥射擊 不再只是握射等定點攻擊 據了解是參考美軍訓練模式 在春節前夕 陸戰隊展現戰備實力 玉山軍艦也在國人面前開箱 國軍假期戰備不松懈 以強大軍力捍衛台海安全 三立信用格子剛前好 高雄長華島